吃豆筋,好豆筋,好! 大家好,我們要介紹的是豆筋來作火 這是我們的研究目的 一,這是小麥及麵粉特性 小麥中的胚乳為麵粉 為麵粉蛋白質中的重要原料 則麵粉加水沉浸後洗淨得到的小麥為麵筋回粉 要研究很長的對象 二,探討麵筋激性的影響因素 不會這樣了解,麵筋加入其他的添加物 會對麵筋造成的氧化幾萬元作用 三,探討紅豆融入麵筋中對激性的影響 四,開發低油脂高營養價值的收集產品 能量球 五,了解,相對者對於能量球的滿意度及購買醫院 研究流程,從一定主題再到資料收集 我先探討蛋白質對於麵筋的影響 有問題是可以得知,不同蛋白質含量麵粉 製作麵筋可能有種差異 我們實驗以低筋、中筋、高筋及小麥蛋白粉 製作麵筋、冰淨型、色澤及氣味比較 結論以高筋麵筋的最佳 我們水中市面上常見的三種品牌的麵筋 有駱駱排、血手排及加肥排麵筋 冰淨型、色澤及吹麵筋重量的比較 結論以加肥排為最佳 並做為後續時間的材料 我們討論蒸、煮、烤、炸、炸 四種不同的封巧方式經濟實驗 對比其外觀經濟部結構 並得知以烤焙的封巧方式 整體接受度為最高 由於前天有文獻及實驗得知 從此時間可能會對麵筋成品造成影響 那可以看到在鬆弛四個小時之 硬度可以達到我們最影響的三十人 那經過十個小時的鬆弛之後呢 麵筋經過水 麵筋因為雪化的原因 導致它的硬度下降 在甘高品質上 四小時的口感及風味整體也是最佳的 如於其他醬油 那在添加物對於麵筋的影響 我們特別進行的水麵筋至鬆麵筋 添加了鹽、糖、小蘇打、酵母、奶油等等的樣品 那可以看到添加糖及小蘇打的硬度過於高 使產品外殼過於堅硬 那於是我們選擇了添加了鹽的樣品來做使用 那可以看到鬆麵筋的硬度均高於水麵筋 那於是我們選擇了鬆麵筋來做使用 那也是不同重量對於麵筋球的影響 可以看到1.5公克由於其外殼過於堅硬 使其超過它的負窄 那再來1公分它的1公克 它的是最平衡的一個狀態 那0.5公克它是外殼過於柔軟的狀態 它是一個較低的狀態 那在能量手的製作過程 我們用豆漿取代麵團當中的水 使其成為一個完全蛋白質 再經由洗精烤焙 洗精收拾烤焙等等過程完成我們的產品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問卷調查 我們發放162論文卷有效問卷唯一百分 統計有效問卷得知受試者的性別與男性居多 年齡以16歲到30歲居多 以及習慣與虧神居多 受試者皆無固執過敏 經過植物性蛋白的女生受試者居多 受試者認為麵筋含有大蛋白質 受試者對製成為能量球的整體為滿意 受試者認為這盒原價的額為一百十九元 受試者的購買利率為一百百 受試者有購買主要原因因為營養體好吃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Logo Logo設計 Logo設計以飽滿的手臂肌肉代表能量 不同顏色也代表着其不同的含义 产品为一盒25颗169元 布巾包装可摊开当作野餐店使用 铁盒包装可达成有趣性 这是我们的研究结论 从前面的研究可能就是高级面粉 为正式的制作面积的原料 2. 面筋在进行物性测订以及2万米鱼 可能只4小时的口感以及稳定度为最好 3. 加入黄豆 黄豆结论了面筋的营养价值 比原本的面筋还要来得高 4. 盐糖小素糖的添加 也确会影响面筋精性 5. 产品者对于能量求的满意度 及购买意愿达到了92%以上 由此可得知我们的能量求 具备销售市场 后续的研究建议 1. 小麦蛋白较复杂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可让我们能够更得知小麦蛋白的特性 2. 黄豆加入面筋中的确可以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还有它的口感和开发更多的休闲产品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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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